美国现在好想要跟中国大陆来见面谈谈 但是你又摆出好像要吵架的样子 为什么中国大陆要跟你见面 中国人可不吃你这一套 来看到拜登他说没有证据显示 后来这三颗的在美加领空发现的 不明飞行物体跟中国大陆有关 对中国大陆所谓你们说的侦查气球 入侵美国领空的事情遭到美金击落 他说不会为此道歉 然后还说寻求竞争而非冲突的立场 美国不会寻求新冷战 也希望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通话 还有厘清 刚刚说的这三颗气球 跟中国大陆没关系 会不会你真的打到自己的气球 北伊利诺州的这个有个协会说 我们2月10号在阿拉斯加附近4万英尺的气球失联了 搞了半天会不会你打到是他们自己的 另外针对他说要跟习近平主席来对话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他也有最新的说法 一起来听看看 中国比因为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个意外偶发事件 但考验的是美方对妥善管控危机 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和能力 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对话 一边计划矛盾升级危机 而应从同中方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妥善处理这一意外偶发事件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系冲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关于你提到的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事宜 中方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老师怎么看 关于习近平主席要不要跟你拜登见面呢 他说没有任何提供的消息 气球的事件呢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是芝麻大的事 那我们通常对于芝麻这么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 就谈一下就好了 那这种事情还需要两国元首来通电话 谈这个芝麻大的事 这样登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表示什么 借题 借题 发灰 因为我现在那个每个咬制 我的内人都会很自自斟酌 那发言很正确很正确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开玩笑的 这个疫情不能听到 好 这个气球 中方一开始就已经告诉美国 民用的 然后气象飞艇 确实是侮辱 那很遗憾 其实很遗憾 就是比道歉还要这个 是很有诚意了 是很遗憾 那因为这个不是故意的嘛 这个很明白嘛 那不是故意的为什么要为这个道歉 不是这个意思嘛 而且坦白说因为它无害 然后它也不是为了要侦查 你的军事的设施都不需要 美国的五角大侠第一时间是专业的 他认为这个就是无害 而且不需要用这个来侦查 不需要用这个来侦查 为什么因为它的高度的话 你卫星就可以取代了 没有人会用这个气球 可是问题就在于共和党在操作 而拜登的无能 那么谁的共和党在比赛 谁更炒作这个事件 然后就把这个事就无限的上岗了 那当它无限上岗以后 美国的军方被迫改口了 说这个是间谍气球改口 然后呢美国的军方派了他们 很优秀的飞行员 驾驶了很贵的战机 然后去打这个气球 然后还没打中 对还没打中 这个实在是很丢脸 气球这么慢还没打中 然后这个这些飞行员一定一肚如窝囊 因为它的战机 原来去打一颗飘在那个地方的气球 还打不中 然后打中的也很窝囊 打不中更窝囊 没错 然后回来以后就灰头土脸 如果它在它的飞机旁边 在涂上一颗气球 我想以后走过去人在那边笑 这top gun就专门打气球 原来电影不是这样演的 以后应该演top gun去打气球 那这个是很丢脸的事 好 美国的军方知不知道 知道第一时间就知道 美国现在解露出更多的消息了 说这颗气球是在海南岛 一起飞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了 然后他们说它是往关岛飞 你凭什么说它是往关岛飞 从海南岛起飞的气球 都是往关岛飞 这也是笑话一个 后面是编的 但是从海南岛起飞就掌握 然后他们说确定 确实是碰到强气流 偏离了 往北走了 然后再碰到强气流 进入加拿大 然后再进入美国 美国军方都知道 那既然都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配合共和党 演这么一场猴戏 演完了猴戏 等到消息越来越多被解露以后 这个真的是颜面难看 然后美国总统就 其实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知道我错了 但我不会道歉 他说打了就打了 但我不道歉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 我们用简单讲 就是我错了 但我不会道歉 因为我们要道歉就是对不起 或是我很抱歉 一般来讲是这样 但我错了 然后呢 我不会道歉 因为我是美国总统 这个姿态蛮高的 对 但是我相信你中国不会想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或是习近平想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 就跟我撕破脸罢 这句话不是就 对 他的意义就这样的意思吗 我是老大呢 对 你不会为了这个思想 跟我撕破脸吧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想 跟美国人撕破脸 但是中国从来不怕 跟美国人撕破脸 OK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 从来不怕跟美国人撕破脸 原因你看 我讲的都有评有趣 杨洁篪 在新的美国政府上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 他们是释放出善意 到美国的阿拉斯加 那是美国本土 你有主场优势 我到你家去跟你会谈 这是我代表我四出善意 结果呢 你布林肯就跟我说 我们美国人是按照实力讲话的 你看杨洁篪 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 你讲的话 我怎么会听不懂 第一时间就告诉你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你要用居上零下的 来跟我讲话 比拳头 老子不吃这一套 其实他是讲中国人不是这一套 其实我觉得我比他俗 应该要变成老子不吃这一套 对我是从乡下来的 长大 我是小时候在乡下 然后长大 其实按照我们乡下人讲话就是 老子不吃这一套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该撕破脸就撕破脸 不怕撕破脸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出在于 他现在该怎么善后 对 该怎么去投善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接着呢 就是他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我觉得美国如果没有释放出 足够的善意 中方基本上不会也不想 跟美国人来对谈 我觉得沙野 中国驻法国的大使 他沙野讲的最明白 他说跟美国人有什么好谈的 每次谈都是言而无信 都是言行不一 而且每次谈的都是没有什么结果 浪费很多的时间 我觉得这些意识的表白 都很明白了 也就是说你美国如果 想用谈判的方法来为自己磨得 很多的利益的话 坦白说 痴心妄想 因为以我对于中国大陆的了解 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很少是在谈判中 那么像过去的李鸿章一样 不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我觉得美国想从谈判中 来获得他的利益 我觉得别想 谈判一定是双赢 不然的话你要单方赢 中国不可能在谈判中让给你单方赢 意思就是门都没有了 我是那个借老师的一个口头感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美国你真的想谈 然后又不断放出这个消息 美国不断放出布王会 布林肯说什么慕尼黑安全会议 可能会跟这个王毅来进行会晤 另外再来看到 人家真的要跟你见面吗 中国大陆是不吃你这一套的 相反的来看到说到见面 来看到是王毅最近跟马克宏见面 然后也敲定说法国总统府确认 总统马克宏将会在今年第一季 那不就是快到了吗 访问中国大陆然后王毅这次出访 也有很大一个意义 因为他是先访了法国 老师最了解的地方 法国然后再去拿意大利 再去匈牙利 再去慕尼黑安全会议 再去俄国 这有很大的意义 是的 另外还待会邀请老师继续讲 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 又让大家看到中国的骄傲 也就是什么呢 华为在德国真的是下下叫 面前看到呢 在德国电信业者坦诚 在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会场呢 使用了华为的相关的设备 美国这个抗中 更合同党的议员 盖拉格就开始说 真的是令人不安 不安什么 因为德国都在用华为啊 因为这个会场就说 真的的确我们呢 顶楼都有华为设备啊 德国电信商就说 对啊我们就是用华为啊 德国经济部早就告诉你 不打算仿向你美国 禁止华为的相关产品在德国 好先谈这个布林肯 有没有可能在慕尼黑 跟王毅姐妹 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 但是绝对不会是双方 在这个会议室里面 来正式的会谈 OK 如果真的会是在 会议室里面的正式的会谈 一定是美方去租场地 美方花钱来做这件事 为什么 中方不可能主办中方绝对不可能 那中方不可能主办的情形下 那你美方如果真的想跟王毅会谈 你就必须由你来负责 那也就是说是在德国的慕尼黑 然后呢由你去租场地 然后去敦请王毅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来 那问题就就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美方这样做的话 那美方一定会面临共和党的 眼泪的抨击 也就是说那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示弱啦 示弱啦 你是不是对这件事 你要道歉认错啦 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对于 民主党的布林肯来讲很困难 那他该怎么办 我觉得相当有可能的方法 就是场边的会谈 那也就是我们讲的 非正式的外交了 那非正式外交 王毅不可能去跟你见面 那一定是布林肯去赌王毅 所以我的推断 不可能是王毅去赌布林肯 那布林肯一定会想办法弄一个叫做不齐而喻 其实怎么叫不齐呢 是明明期望嘛 那明明期望怎么会叫不齐呢 所以一定是你布林肯去赌王毅 然后希望能够跟他讲上两句话 王毅以一个外交官来讲的话 他们当然都是很有风度的 很有声势风度的 那你要来读我讲两句话 那我要看这两句话 有什么好谈的 我要看你怎么安排嘛 那这个部分里面 那就要看说你 我要不要停下脚步跟你讲 还是我一直走 你一直跟在我旁边讲 那很糗 那就是又不一样了 OK 我停下脚步跟你讲话 跟我一面继续走我的 然后你一直跟在我后面走 然后一直 穿小小多 那这个场面 就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了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代是戏剧张力很大 各位观众朋友去好好想象一下 这个17号 非常的精彩 这个真的是很精彩 因为这个戏力时代很大 我也很想看 我也很想看我的预判 到底是会不会成真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您提到了 王毅到法国的 这次的访问很成功 很成功 因为在法国最重要的 三位主管外交的人 都见到了 首先见到的是马克宏 这代表什么 法国总统的重视 第一个 然后双方已经把大方向 底定了 因为王毅定传达这个 习主席 习近平 跟马克宏的一些意见 一些想法 那当然以马克宏 一个国家元首的身份来讲 那就把大方向先定了 大方向定了以后 接着就跟外交部部长谈具体的 具体你看 他把它锁定在文化这个部分 锁定在文化 也就是说明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那你怎么样让两国之间的人民 更靠近一点 心灵气和 因为在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操纵的这个G7的国家 反重的情绪搞得很高嘛 那以法国的国民来讲的话 他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最强大的 在整个G7的国家里面 法国的民众的知识水平是高的 第二个法国的民众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水平也是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呢 如果从这个文化的方面来推动 让两国之间的社会 文化界 那么再往前走一步 这会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那我觉得这个战略是对的 所以双方的外长 就是王毅现在是高于外长了 双方就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已经谈定了 那因此明年的时候 中法的会议中 中法的60周年会往前推 好接着就是伯恩了 Megna 那伯纳 伯纳他本身谈的那就是因为 法国的制度很特别 总统有一个顾问群 这个顾问群每一个顾问都有个对口 那也就是说 这个总统的这个外交顾问 他的对口就是外交部 对 那这个外交顾问里面 他就直接跟总统报告事情 而且直接秉承总统的意志 去监督他的外交部 有没有执行总统的意志 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 你看就谈到了和能的合作 文化旅游贸易等 方方面面还有医疗卫生 所有的合作都谈定了 那双方都谈定了以后 各位您就可以知道了 那当然都已经谈好了以后 凡尔赛宫就很开心了 对啊 应该讲不是凡尔赛宫了 应该讲的是香榭泛宫 因为他们在香榭泛宫 大道嘛 在法国的总统府 他们就放出一个正式的消息 说是在三月份 对春天 那我们的问题是 三月份的时候 马克宏去北京访问 是要在习近平去莫斯科访问之前 还是在访问之后 这个就有学问了 这个就好像说在这一次中 王毅来的时候是先到法国 最后才到莫斯科 所以法国总统 还有他们的外交部的高届官员 也都跟王毅交换有关于 乌克兰危机的态度跟看法 那王毅也一定会跟他们传达 他们的看法 所以彼此之间的一些讯息 都已经在做交流了 那你想想看如果说 如果说今天马克宏 是在习近平去这个莫斯科之前 去北京访问 而且是一个成功的访问 然后呢 习近平到莫斯科以后跟普丁 然后交换意见中 那本身对于整个乌克兰的危机 有一些转环 或是有一些方向性的一个改变缓和 那你想这个可能是 对于法国的总统来说的话 那他会回到成为欧洲的领导人的 这个地位是很巨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巧妙的战略布局 法国在布 中国也在布 俄国也在布 因为俄国也在这个时候宣布 说习近平一定会到莫斯科去访问 也只有在春季的时候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想看 这个大国的外交的布局 是不是目前来讲 很有可能会达成山营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绝对不是美国人所得意见到的 对啊 因为这个山营的话 就是美国 因为他现在还不断加码 是不是 所以美国一定会从中破坏 我敢跟各位保证 美国一定会去思考矛盾点 扩大矛盾 然后去制造事端 保证 美国制造事端 尤其在2月24号的时候 的确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发生战争的一周年 所以老师刚才讲的很关键时间点 三月 三月这个时间点到底习近平主席 会跟普丁总统先见面 还是呢 这个呢 法国总统先去了北京 美国一定会怎么样 施加压力 说什么 2月24号才这个俄乌的战争一周年 你怎么三月就去呢 那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又关系那么好 所以你看美国又要怎么样挑事 我觉得美国他在挑事这个部分里面 可能在乌克兰的战事中把它扩大 然后让这个战争打得更激烈 然后要求北约跟欧洲的盟国 在乌克兰这个部分里面 要更加强的力道 不过您刚提到有关于这个德国用华为的问题 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中 其实为什么这个事情很关键 是因为慕尼黑的安全会议是欧洲主场 美国一直想主导 那当德国在慕尼黑办的这个安全会议的 用的是华为的通讯设备的时候 其实等于是美国 其实等于是德国在帮华为背书 对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待会广告回来 请赖老师好好的讲华为这件事情 因为待会也会告诉你相关数字 在欧洲 在德国 很多国家都在用华为 这真的是很打脸 拜登好几巴掌 因为美国不断拉什么呢 他的所谓的盟友不能用华为 最听话是什么呢 安格斯萨克逊人当中的英国 好 结果呢 强森当年就亏了20亿的英镑 结果这笔钱美国也没还 也没有要补贴 德国做法不一样 好 来看到这次呢 慕尼黑安全会在德国举办 结果呢 让美国看得好碍眼 怎么又看到他们最讨厌的华为呢 没办法华为就是真的很厉害啊 来看到慕尼黑安全会的时候 发现有华为的天线的这些设备 好 包括会场有啦 然后呢 就让共和党的说 真的令人不安 但是呢 德国经济部早就说 不打算仿效美国 要绝面禁止华为相关产品 来看看这个数字 在Light Reading的一篇报导说 在5G时代 德国对华为的依赖是增长的 2020年德国57% 使用华为4G哦 2022年去年 德国已经用到59% 好 欧洲 美国 看了这个数字可能会吐血啊 意大利51% 用华为 罗马尼亚76% 荷兰50% 匈牙利53% 奥地利72% 我觉得华为第一个他不会那么笨 去留个后门 因为华为要做生意要做买卖 而且不要忘了这个一G 二G 三G 甚至四G 其实都是以欧美为主导 嗯 没错 不是中国主导 所以在这个整个专利权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欧美占一G 二G 三G占绝大部分 华为是异军突起 5G的 后来在5G方面的专利越来越大 现在6G已经超过美国 华为中国大陆说40% 美国才35而已啊 对 所以您就可以看到就是 华为是后来居上 然后异军突起 所以华为很清楚的知道 就欧美的国家对于通信设备 他们的基础的研究能力 跟安全的掌控能力 跟调查了解的能力 是十分的强大 这个是不容怀疑的 对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如果华为留有后门 绝对会被发现 华为是要做生意的 要做买卖的 要做强自己的 他怎么可能去留有后门 去透过他商品的买卖 去刺探别人的情报呢 因为他不会像美国人 干这种事 为什么 美国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是因为美国人独霸 美国人的微软独霸 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所以美国的微软也好 当初脸书也是独霸 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我用了两遍了 美国有多少的这一些 数位的产品 当初都是仅此一家 北无分号第三遍的意思 也就是他独霸的情形下 所以他敢大拉拉的留后门 而且根据美国的安全法的规定 美国的情治单位有权力 要求他的这些民营的业者 留有后门给他来使用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有后门 由于美国人知道自己的产品都有后门 所以美国就假定华为一定有后门 他就假定 但是再强调美国并不是通信的笨蛋者 美国是通信的最早的时候是领先者 是后来落后了 那他既然过去是领先者 所以他绝对有能力去辨识 查清楚有没有后门 华为是没有任何证据 美国到目前为止 拿不出任何证据 显示他有后门 好 既然英国的 最权威的情报调查机构 证明华为没有后门 欧洲的没有一家情报机构 说他有后门 连美国都没有办法 那请问一下 那华为本身是一个安全可靠的 这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华为没有那么笨 第二个 华为太聪明了 为什么 为什么华为太聪明呢 因为华为它本身要从 4G升到5G的时候 是添加一些设备就可以了 你不用更换新的设备 那因此呢 使用华为4G的人 他们都知道 我只要花很少的钱 我就可以提升到5G 对 而不是我整个系统更新 这个就是华为在策略上 聪明 正确 好 那对德国人来说的话 他很清楚地知道 没有安全上的问题 是你美国栽赃抹黑 然后呢 第二个 我还要浪费这么多的钱 更重要的是时间 因为你那个毅力性吧 或是IKEA 不是NOKIA 你这些北欧的产品 你目前来讲你的时间 你没办法帮我很快的换代 换代到5G 我没有5G 我的AI就有问题 我没有5G 我的工业化的数位能力就有问题 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 不只是钱的问题 钱很重要 时间也很重要 华为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而你北欧的产品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要屈服于你美国 那因此当美国在MUNIHEA的安全会议 仍然使用华为的时候 其实等于是间接的 像欧洲的整个国家 欧盟的所有的国家 还有与会者背书 华为是安全而且可靠的 对 华为是安全且可靠 德国它是做事非常严谨的一个国家 而且它也是欧洲的国家 如果说真的欧洲比较好用 它一定用欧洲的品牌嘛 Nokia那些不就是欧洲品牌吗 好 来看到真的让美国好生气 美国的陆军欧非的司令 他就说当他使用手机时 透过中国设备搭建的网络发送的 进入就一个入侵的风险 没办法 你这个地方人家都用华为吗 欧洲品牌于其他人民币